割定殺女幼 很難下跪 判死沒關係 面對記者不斷道歉 殺了女幼的嫌犯李國玲 9日開庭後被上銬還押看守所 這情病案去年發生在新北市行莊區 46歲的李國玲與50歲女子陳喬文 今年開始交往並同居 但去年3月 她發現女幼和前男幼在公園喝酒 奉而掌握女幼 被在場民眾要求下跪道歉 沒想到她隔天上午 靜持刀横砍女友三刀 再以採刀自吻 並報案謊稱是殉情 而女友送醫後宣告不致 她時候又變稱 是因為女友養的狗對她狂吠 她拿刀刺狗卻不小心誤傷女友 一審法官雖不裁信 但認為她有自吻舉動並報案 依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案件上訴告願後 李國玲9日出庭 對死者的兒子下跪道歉 宣稱判死刑也沒關係 並轉交親手抄的佛金 至於法官會怎麼認定 將在本月30日宣判 動新聞台北報導